怎么来的吗 他每次去逛街买件衣服 穿两天风光两天 找人家服务 挑各种毛病 找人家服务去换 人家服务给他换完之后 他再穿两天 再去找小毛病 再去找人家服务去换 人家那个商场就说了呀 那个商场说了 在那天包退换 我不喜欢我当然要换了 难道我都放在家里面 都浪费呀 那由你那样不停来会换的吗 那衣服我不喜欢了 肯定我当然要或许换 那个商场都说了 不喜欢你干嘛买它呀 我刚开始看起来挺喜欢的 他买它就是为了去换新的 他就为了省这点钱 去抠门 你这还真不是抠的问题 他刚开始 我还不知道他这些事 就有一次我俩去逛街 还没有进店门 就不见让人家轰出来了 结果我才知道 他就是来回不停地换来换去 就是现在这个店 基本可能在你们当地 他已经是上了飞行单的人吧 那也不是那个当地呀 那就那个商场呀 那么多商场了 咱们不可以去别的商场呀 那么多家 你把整个楼层南庄店 你全都得罪了 咱不带商场买 可以在淘宝上买呀 你不觉得我当时跟着 你特别丢人吗 你让我怎么有面子 再去给你逛这个街呢 你是在货货淘宝去了 是吧 听那意思 他才有脸说淘宝 你知道他的淘宝怎么买衣服吗 他咱包装就开始找这些小毛病 他找不见小毛病 他还故意给人家制造小毛病 给人家客户发过去 比方说这个 这个企业本来就没有毛病 挺好的 他就给人家拍张照片 然后故意往上面加点污点 给人家客户发过去 让客户给他赔钱 客户如果不给他赔 他就给他闹一天 完了以后 闹完之后 人家客户实在把他没有办法了 给他赔个十块八块 能乐一天 那特别高兴 那十块八块不是钱啊 能干什么呀 我省下那些钱 不是给你买吃买喝的了吗 你还给我买吃买喝的吗 我跟你逛街那么累的时候 我要去星巴格喝杯咖啡 你都不带我去 星巴格那么贵 你非得要带我去什么 卖咖啡的地方去喝 那卖咖啡能续杯啊 是能续杯 两个人点一杯咖啡喝 那两个人他可以续杯 干嘛要买两杯啊 那不是费钱吗 他每次去 他那边 双肩背包 然后里面装个医生大水杯 再搭两个塑料袋 等我俩快试完的时候 看见福边不带他 他就过去倒饮料 往他这个大水杯里面灌 那不是我花钱了 那不是一样我都花钱了 你还拿磁盏装肉装菜之类的 甚至有时候他把调料 他都在往家里拿 调料那都是我 辣椒粉接都要拿 家里面直接从那里面 花钱买过 那是自助餐给免费提供的吗 我也要一样花钱了 自助餐不是跟你说 不能再团 人家自助餐不让拿 那我不是不让他看见了吗 我也没让他看见 你觉得我有光彩吗 我不是每次吃完之后 不是先让你走了吗 他每次都为了摊这点小便 一周年出去吃个饭 你还点了一桌的菜 当时我还挺高兴的 他还点了一锅排骨两碗汤 汤一上来 就不停地给我加肉什么的 我当时挺感动的 我也没觉得有什么 可是等我俩快吃完的时候 他把福边叫过来了 他一给福边炒起来 汤里面有只汤蝎 他让福边不停留下提前 汤里面有汤蝎 我肯定要找 有没有汤蝎 有汤蝎啊 有汤蝎 当时我也没觉得有什么 我上汤之前我就发现了 就我醉火了 有汤蝎你还喝啊 有汤蝎你还让我喝啊 那没什么呀 一个汤蝎而已嘛 到时候你说 福边给你免了那个丹了 他给你上了个果盘 你不就涂那点饭钱吗 你不就为了让他 给你免了那个丹吗 我当时 你确定汤蝎不是你放吗 不是不是 那个汤蝎本来就有了 一上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 你喝的不恶心的 他看见了他让我喝 本来一个汤蝎而已 我现在听见我觉得恶心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就不知道 钱到底重要还是我重要 当然是你重要了呀 我重要你还让我喝 我也喝了 我都觉得没什么呀 那你如果跟你妈来了 你让你妈喝 本来我觉得那个东西 本来就没什么 他就是队伍 明三道的 拿两份饮料 然后给我朋友说 不好意思 我今天来晚了 没来得及给你们付钱 然后给你买两桶饮料 大家都以为他 这个人还挺会做事的 结果我私家我就问他 我说你干嘛去了 怎么那么半天 他说他早就到了 其实他说他早就到了 他在外面一直等着 就为了躲这个付钱 打个电话你还要抠 那我不就被省话费吗 他给他朋友打电话是怎么打的 想了一声就挂了 然后让他朋友再给他回过来 他背后回过来之后 他还给他朋友说你干嘛去了 你怎么半天不接我电话呀 那我不是为了省话费吗